男人多年前买的房子 却被告知原房主把房又卖给另一个女人 男人将买房女人告上法庭 意外发现她竟是原房主的前妻 法官找来原房主三方当庭对质 他们仨竟拿出三本房产证 究竟房子该归谁所有 成员院法官即将为您讲述 前妻逼我讨房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这天刚刚谈成了一笔生意的高明 心情本来是格外的好 然而一个从老家打来的电话 却让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了 打电话的是他老家那套房子的租客 小丽 小丽在电话里问高明 高师傅你卖房子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呢 这一时半会儿的你让我上哪儿去找房子啊 这话问得高明是满头雾水 卖房子 我什么时候说要卖房子了 高明赶紧安慰他 你别着急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马上赶回来 一定把这件事情给你处理好 第二天一早 高明就往老家赶 一回家就先把那套出租屋的房产证找出来 揣在了身上 然后按照小丽给他的电话号码 联系了房屋中介 一见到中介 高明就掏出自己的房产证质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 可这位中介呢 却一脸委屈地说 我们接受委托之前 也是审查了房产证的 说着把手里的一本房产证复印件递给了高明 高明拿着这张房产证和自己的一对 这房屋信息是一模一样 看到这儿高明有点懵 他注意到 中介拿的这本房产证上登记的产权人叫周月 高明是想破了头 也不记得自己认识这么个人 明明是自己的房子 怎么就变到了别人名下呢 高明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于是立刻按照中介提供的电话 与周月取得了联系 电话那头是个中年女性的声音 他承认自己就是周月 似乎也早就料到高明会给他打电话 主动说 高师傅 你别生气 要不你说个地方咱们见面谈谈吧 为了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高明早早地就等在了约定的茶馆 下午四点钟 高明接到了周月打来的电话 说他已经到了 刚一落座 女人大方地自我介绍 说自己就是周月 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黑色塑料袋 鼓鼓囊囊的 高明还没有反应过来 周月就把塑料袋推向他 说这是自己付给他的房钱 看着面前这个陌生女人的种种行为 高明一头雾水 房钱 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高明愣了一下 立刻把钱推回给了周月 忙不迭地说 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你还是给我说说 你的房产证是哪来的吧 我的房子 怎么就变成你的名字了 只见着周月 不急也不恼 慢条死理地 从包里掏出了一本房产证 理直气壮的回应 房产证嘛 当然是房管局发的了 难不成 还是我自己印的呀 不信 您看看 高明接过房产证 是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 还真没看出什么破绽来 于是 强压住心里的火 继续问周月 我又没把房子卖给你 房管局凭啥给你办证 就算是房管局给你办证 也得有个说法吧 周月微微一笑 似乎早就料到 高明有此疑问 又从包里拿出了一份 商品房买卖合同递给了他 答道 这不是房主把房子转给我的 这是合同 您先看看 打开周月递过来的合同 高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刘东 这才有点明白 是谁在背后倒的鬼 不过他还是不敢相信 这是刘东干的 因为他可是帮过刘东的大忙的 再说这刘东 也不像是这种人啊 那么 这个把房子卖给周月 又深得高明信任的刘东 是谁呢 他和这套房子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说起来啊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当时的高明自己做点小生意 算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一天 一个老同学找到他 说自己有个叫刘东的朋友 遇到点难处 急着出手一套房子 问高明能不能帮忙 把这房子接下来 虽然当时大家都还没有 房地产这个概念 但是很有经济头脑的高明 这位看上去貌不惊人 窝窝囊囊的刘东 以前捧得可是人人羡慕的 事业单位的铁饭碗 老婆呢 在单位的职工医院上班 是既体面又轻松 日子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却也是幸福安乐 让刘东没想到的是 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 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 单位改革打破了 他所在的单位 一夜之间变成了企业 面对激烈的竞争 习惯了安稳生活的 刘东很不适应 单位的效应 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从一开始削减各类奖金金贴 到后来连发工资都成问题 这无疑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 以前老婆也会偶尔抱怨 刘东没本事 不能赚大钱 但毕竟家里的小日子 还是挺滋润的 再加上刘东脾气好 面对老婆的牢骚和抱怨 他从不还嘴 所以结婚这么多年来 倒也相安无事 可现在 刘东的收入是大大减少 如果不是老婆的工资撑着 一家人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于是刘东的家里 不仅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这战争还逐渐升级 老婆也从叙叙叨叨变成了摔摔打打 可刘东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出去闯荡 认老婆是怎么哭闹 他也丝毫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思 老婆见刘东指望不上 干脆自己辞职跟同事到广东 总之小半年过去了 他既没见到老婆赚的钱 也很少见到老婆的人 后来两人还为此离了婚 转眼之间 刘东的儿子就到了小生初的时候 如果想要去读重点中学 就要交八千块钱的折效费 可现在呢 刘东勉强吃着老本 能给儿子保障好一日三餐就不错了 上哪儿给孩子找这折效费去啊 就在刘东为儿子的折效费发愁的时候 单位又发了一个通知 说是曾经参与过福利分房的职工 只要再缴纳一定的费用 就可以买断产权 到时候房子就归个人了 根据公布出来的房改政策 刘东想要获得自己那套福利房的全产权 就需要一次性交两万八千元 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 可一时之间又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 同时应付儿子的折效费 和福利房的购房款呢 刘东愁得是饭都吃不下 眼看着孩子就要报名了 这老婆一时半会儿又联系不上 刘东也没个人商量 就只好打起了这套房子的主意 他到处托人打听 想把这套福利房转出去 换点现钱 就这样 朋友托朋友的就托到了高明的头上 高明听完刘东的介绍 觉得当爹的为了孩子走到卖房子的份上 也真是不容易 自己应该绑绑他 于是当场表示愿意接手这套房子 双方很快就草签了一个协议 约定高明以五万元的价格 买下刘东的房子 先付四万 剩下的一万元等办完了房产证再付 高明的老同学呢 也作为见证人和保证人 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没想到刘东单位的房改 这一搞就搞了两年多 眼看着儿子都又要上高中 刘东才把房子的手续全部办完 并且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证 在给高明办过户手续之前 刘东和他商量 说时间又过去这么久了 这房价也涨了不少 看高明能不能在原先约定的基础上 再加一万块钱 高明这几年生意做得还不错 想想六万块钱买一套房子 也还是挺划算的 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就这样 双方迅速办理了过户手续 高明也顺利地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证 并且很快把房子租了出去 十多年来 高明除了收房租 或者偶尔回来为租客解决点电线水管之类的问题 从来没为这房子操过什么心 没想到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刘东竟然又把房子卖给了别人 为解燃眉之急 刘东将房子卖给了高明 为何多年后又把房子卖给了一个女人 高明一气之下将女人告上法院 法庭之上两人各执一本房产证 原房主刘东当庭也拿出一本房产证 一套房子三本证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隐情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成元院法官正在为您讲述 前妻逼我讨房子 想到这儿 高明没好气地对周月说 这房子是我从刘东那买的 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 成了你周月的呀 你还是把刘东给我找来吧 你也是从他那买的房子 这事儿必须要让刘东出来 给咱们当面说个清楚 可周月呢 并没有接刘东的这个话茬 他不仅不生气 反而还满脸堆笑 好生好气地和高明商量 高师傅 您看老刘把房子转给我之后 也觉得挺对不起您的 这里有十二万块钱 就算是他连本带利退给您的房钱 您看行吗 说着 再次把那个黑色的塑料袋 推向了高明 听周月这么一说 高明先是一愣 然后把钱又推回给周月 说啊 这不明不白的钱 我可不能收 谁知道你们俩背着我有什么猫腻呢 咱们一切呀 都等把房子的事情搞清楚再说吧 由于联系不上刘东 这高明就一直没能明白 刘东为什么要背着自己卖房子 他和周月到底是什么关系 周月手握房产证 又为什么还对自己这么客气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 高明觉得靠自己是找不到答案了 只有一纸诉状 把周月告到了人民法院 刘东呢 作为了解案情的关键人物 也被法院通知 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可没成想 这诉讼期间 刘东也向法院提交了一本 红通通的房产证 看到面前的三本房产证 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杨法官 也觉得蹊跷 以前审理房屋买卖案件 一般都只有一个房产证 可这个案件 竟然有三本房产证 难道这其中是有假证吗 为了查清楚 这三本证件的真假 杨法官来到了房管局 经房管局的工作人员 反复辩认核实 最终确认 这三本房产证都是真的 都是由房管局核发的 那么这一套房子 为什么会有三本房产证呢 这房管局的工作人员 也说不清楚 不过他们也说了 由于高明的房产证 办得比较早 当时房屋登记信息 还没联网 在信息库里 是看不出来这套房子的 产权登记情况的 所以不排除这后面的人 在办证的时候 钻了这个空子 一套房子 现在竟然有三本房产证 关键是这三本房产证 还都是真的 这种事还真是少见 杨法官呢 也只能把满肚子的疑惑 一条一条地记下来 希望能够在庭审中 把这些谜底一一揭晓 开庭的时候 高明作为原告方 上来就向法庭仔细陈述了 当初他向刘东 买房子的情况 说完 指着自己的那本房产证说 这就是当年 我和刘东 一起搬过户的时候 房管局给我发的证 杨法官又问周月 那说说你的房产证是怎么来的吧 周月呢 又拿出了那份 他给高明也看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委屈地说 我这本也是房管局发的呀 我是和刘东签了正式的合同 采取房管局办的过户手续 这些可都在合同上写着呢 听俩人这样说 杨法官又问刘东 你十几年前就把房子卖给高明了 你的手里怎么还有写着你自己名字的房产证啊 刘东远没有周月那般从容 他自顾自地回答着法官的问题 目光却飘向了别处 并不太敢回应杨法官的注视 这话呢 也是说的颠三倒四 一会儿说自己的房产证丢了 一会儿又说 这是到房管局走正规程序办的证 一会儿说要单位出证明了才能办 一会儿又说要登报声明了才能办得到 杨法官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听明白 原来刘东当年向单位和报社虚假陈述 才骗取到相关材料 到房管局补办了新证 办了新证之后 刘东和周月签了房屋买卖合同 才把房子又过户给了周月 可按理说 既然刘东把房子过户给了周月 那他手里的房产证应该被房管局收回 为何刘东手里还有一本房产证呢 刘东向法官解释说 当时他和周月办过户的时候 刚好赶上单位清理福利分房 把大家的房产证都统一收走做登记去了 他也是让单位写了情况说明才和周月办的过户 当时办过户的时候并没有拿着房产证 不过单位退还了房产证之后 他觉得自己拿着旧证也没什么妨碍 所以就没有交还给房管局 听到这儿杨法官才算明白了 高明的房产证是当年他向刘东买房子的时候 在房管局过户办的 刘东的房产证是通过向单位和报社做虚假陈述 骗取到相关材料之后在房管局补办的 这周月的房产证是基于他和刘东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 在房管局办到的 所以这三本证都是货真价实的真证 不过这房产证上登记的产权人 可并不见得都能得到法律的认可 那么高明 刘东 周月 这三个人到底谁的权利能受到保护呢 换句话说 现在这房子究竟该归谁呢 从目前来看 刘东应该是本案纠纷产生的源头 杨法官想 这高明之前买房子也算帮了刘东的大忙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他怎么背着高明把房子又卖了一次呢 于是杨法官让刘东说一说 他和周月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此时被告席上的刘东 却支支吾吾 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看到这种情况 一边的周月主动说 法官 你看他也说不清楚 要不 要不还是我来说说吧 没想到 周月接下来的一番话 是让坐在原告席上的高明 大吃了一惊 买房的周月竟是刘东的前妻 他当初抛弃刘东 如今为何突然回来 面对前妻逼迫 刘东做出了一房两卖的荒唐体动 到底目的何在 三个人的三本房产证 到底谁的有效 房子最终归谁所有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成员院法官正在为您讲述 前妻逼我逃房子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 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 法官视角为您解读 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 是与非 对与错 真与假 情与法 判断平衡之间 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 法律讲堂特别节目 法官起案 原来啊 这位周月就 前妻 据周月说 当初她和一位同事到广州合伙做生意 可到了才发现 这儿可不像自己之前想象的那样 遍地黄金 随便干什么都能赚上钱 反而是处处碰壁 吃了不少的苦头 可人既然已经出来了 就只有硬着头皮在这边待下去 在这期间 她又和那位一起出来做生意的男同事 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没过多久 她就向刘东提出了离婚 她也知道刘东一个人拉扯儿子不容易 所以主动提出她要净身出户 再后来 周月他们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 可那位与她相好的同事呢 竟然又背着她交了新的女朋友 并且不再让周月插手任何生意 周月当然咽不下这口气 是以死相比 这才算要回了几万块钱 周月没了家庭又丢了工作 无依无靠的她开始怀念起以前和刘东平淡却温馨的生活 于是在离家三年后的一个中秋节 周月终于忍不住给刘东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想回来看看儿子 刘东也没有拒绝 就这样周月回来之后 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家 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这几年 对这个家的亏欠 重新回归家庭的周月 不仅对儿子照顾得特别周到 而且再也没和刘东吵过一次架 扮过一次嘴 不过虽然他们又生活在了一起 但是俩人心里总还是有点隔阂 所以一直都没有办复婚手续 日子年复一年 儿子转眼之间就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以刘东和周月的经济实力 是很难给儿子买一套像样的婚房的 周月这个时候才又想起来 刘东的单位给他分过一套福利房 由于当时这房子 刘东只是挂了个名 并没有实际去住过 而是由单位统一分配给单身青年 当集体宿舍 每年象征性地给刘东付点房租 所以他也就没问过这房子的情况 现在儿子结婚需要用钱了 就又想起这套房子来了 然而刘东的回答 却给周月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两人离婚后 刘东虽说把房子的产权买断了 却因为儿子上学急需用钱 又以六万块钱的价格把房子给卖了 听了这话 周月虽然对刘东不满 可一想到刘东当初被迫卖房子 也主要是为了儿子 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不过周月也并不死心 他觉得这房子卖的可亏大了 不甘心房子就这么被刘东 不明不白地给卖出去了 就和刘东商量 让刘东把当年卖房的钱 退回给高明 把房子收回来 刘东听了 马上表示反对 说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很感激 当初高明在关键的时候 拉了他一把 再说现在看来 这房子卖了六万块钱 是卖得够便宜的 可在十几年前 这也是当时的市价 高明并没有占自己的便宜 听到周月说 要把房子要回来 刘东是说什么也不愿意 为了说服刘东 周月一反常态地 和刘东吵了好多次 可无论周月怎么闹 刘东始终不同意 找高明要回房子的做法 于是周月又失一计 故意拿儿子女朋友 催婚的事逼迫刘东 还说如果不买婚房 儿子这婚就结不成了 时间一长 刘东终于顶不住了 最终同意了周月的计划 周月向法官解释说 法官 这房子我们反悔不卖了 高师傅也不能抢买吧 再说 我们也没想白拿回这房子的 而是打算连本带利 补偿他十二万呢 没想到这高师傅不同意 竟然还闹到法院来了 听周月说的阵阵有词 高明急得是满头大汗 没听说过 这卖房子卖了十几年 还能反悔的 可人家既然能把房产证都办下来 自己的房子 怕八成是要不回来了 不过听完各方的陈述 这杨法官的心理可是有底了 这刘东和高明买卖房子的行为 十几年前就完成了 高明作为产权人的权利 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刘东早就失去了对这套房子相有的权利 他在卖给周月的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房子 而是高明的房子 这样的房屋买卖合同当然无效 不仅如此 周月也没有向刘东支付相应的购房款 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 根本就没有得到实际旅行 周月当然不能仅凭一份没有旅行的合同 就获得这套房子 可是这周月连房产证都办下来了 高明的权利该怎样得到法律的保护呢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 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 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 应当与不动产登记部一致 记载不一致的 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部却有错误外 以不动产登记部为准 而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权利人 利害关系人 认为不动产登记部记载的是项错误的 可以申请更正登记 不动产登记部记载的权利人 书面同意更正 或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 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这里的不动产权属证书 就是咱们老百姓平常所说的房产证 而不动产登记部呢 咱们自己一般是看不到的 是由房管部门统一保存和管理的原始记录 这也就是说呀 根据这两条规定 高明面对周月 这个已经被房管部门做了正式登记的产权人 只要能够拿出证据证明 自己才是对这套房子实际享有权利的人 就可以申请房管部门推翻现有登记 而高明呢 现在已经拿出了当初他和刘东买卖房子的合同 以及他付款给刘东的转款平条等等证据 他的权利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最终法院判决这套房子应当归高明所有 现在呢高明就可以拿着法院判决 去房管部门申请重新把房子登记回自己的名下 案件至此尘埃落定 本案中高明好心帮忙 却差点酿成了农夫与蛇的悲剧 刘东虽说是出于爱子心切 但受人恩惠却背信弃义终不可取 周月子思贪婪 一手策划了这场买房卖房的闹剧 幸亏没有给高明造成经济损失 否则他极有可能因为诈骗被定罪判刑 也许在周月的观念中 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触犯了刑律 但是不懂 从来都不是挑战道德底线和走向犯罪的借口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父亲托小伙给女儿介绍工作 钱花了 工作却迟迟没有着落 父亲心生怀疑 女儿却和小伙谈起了恋爱 婚期将近才发现这只是小伙骗人的伎俩 小伙本来前途光明 爱情事业双丰收 为何会走上歧途 夏茂林法官明日为您讲述 准女婿骗了妇女俩